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因为对方先讲 对啊 我们要实现诺言 可是他讲了嘛 他讲我们不做 变成我们私理 就像有一次这样 我去一个不是很熟的 艺人朋友 只拍过戏 只拍过几场而已 后来我一个朋友带他去他的生日派对 大家喝一喝聊一聊 我们就突然就讲说 我们过几天要飞日本玩 你要不要一起去 没有想到我会说好 真的 而且万万没想到说好之外 他真的出现 我真的去 因为那时候我属于第一草期 我想说我想要去放风一下 散散心 我竟然直接就好啊 什么时候 我直接就订机票 我自己去 然后到那边再跟他们会合 这样子问他们什么行程 刚好那群人里面 有一个人的男朋友 就是日本人 这样子 然后他们一起去过很多次 所以很多行程我都是跟着去而已 他们订了一艘船 然后在东京湾在上面唱歌 然后吃火锅 然后看那个晴空桃 超爽的 其实有点贵 对 对 我就一路这样跟跟跟 后来我自己有一个私人行程 想说他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这样的时候 我就想说你们有没有办法 让我体验一下日本麻将馆 打麻将的感觉 麻将馆 没想到还真的让我进去打 跟一群朋友进去打 我觉得那趟的日本之旅 真的是爽翻天了 对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 不要 千万不要 不要随意地问我 随意就是问 你不会想到有人突然 真的可以 他就去了 我们不是那种 我们下次接下来 不是我们就一定会约 因为你不问 我就不会有这想法 我就不会去 所以不是我问 那还有一个就是 经纪人也是这样 照顾艺人是他们的职责 跟本分之类 像是我要结婚的时候 我也要求他帮忙一件事情 因为郭哥跟我们同公司 然后我的岳父 岳母也是蛮喜欢郭哥 特别是我的岳父 他特别喜欢郭哥模仿那些 我就想说 因为要提亲 然后刚好有疫情 我家没有长辈陪我去 他想说 郭哥可不可以代替 就当成我父亲 这是一个很大力很大 对 很重 对 郭哥竟然答应OK 对 还搭他的顺风车 有些什么轻 你跟我们在说 郭哥那你可以顺便来载我吗 什么 路上你可以买无糖率跟肉 对 也没有到顺便 我才要搭车到他家 然后再送我 还抱怨 对 然后就一路飙飙那边 然后体亲也完整 就是完美地解决了 然后相亲们都很爱他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 比如说结婚 生小孩的时候 我是请经纪员 就是去查一下 经纪员帮你生 不不不 请郭哥借金 对啊 不是 我请经纪员去查一下月子中心 因为新加坡月子中心不流行 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而且我老婆硬要求 我想说经纪员是台湾人 应该会比较熟之类的 那他也没想到 因为他也没结婚 他也不太清楚 我就想说要不然你去问一下 有没有要赞助我啦 之类的 然后后来小孩生完之后 我就要送油饭 对 这个新加坡也没有这种事情 我也不知道 他想说问台湾人 应该会吃到这样子 哪知道 经纪员也没有生小孩 但是他知道 送油饭要送哪一间 会比较好吃 比较得体 之类的 然后他还帮我挨家挨户去送 因为我要工作 他还帮我 他还说这个人情 你的老婆是嫁给你经纪人吧 所以那个小孩应该是长得像 对 刚刚这样聊下来是说 你都会麻烦自己认识人 或是自己的老婆嘛 对不对 那我之前就是 有一次我去加拿大 那一次我是突然兴起 我就跟 就跟团去了 然后跟团飞过去 飞十几个小时嘛 一落地之后呢 那时候已经傍晚了 然后大家就是吃个饭 然后我就开始分房间 就分 然后我就跟一个 有一个大哥 叫大哥应该是 他大我十五六十 应该叫大叔吧 我们就两个一间房 老婆好浪漫喔 对啊 因为 我们两个一间房 不过是单人床两个啦 不是睡在一起 然后晚上我们开始聊天 就彼此互相认识一下 好了 那隔天早上起来 不是饭店都有那个 咖啡吗 自助餐 然后我们就分在同一桌嘛 他跟我一起 然后我就去端菜 去挑我要吃的东西 端回来放着 再去拿第二盘 又回来 然后我们那个大叔呢 他就开始在吃我 第一盘的东西 我说 我说不好意思 这个是我 我要吃的 他说 刚好你挑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这么刚好 那我就顺便吃了 那你现在要去拿嘛 你再顺便帮我拿 我还要那个什么面包 要什么什么什么 你顺便一下 可能年纪大 我想说 那就帮他服务一下 而且也一起睡过一晚 对啊 睡过一晚 怪怪的 还盛欢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再帮他拿了 然后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好 何一天也是这样 然后他每天跟着我 像我们去跟团出去 有时候他会说 我们这个下午就是自由时间 你们自由活动 到时候再集合 然后我要走了 他也跟着我 我说你要干嘛 你要去哪 我说我要去前面逛一逛 顺便 顺便带上我 带上我 我说 你可以自己去走 他说不要 你第一次来 加拿大不熟 我说你来过吗 他说没有 他说不是 你一个人行动会比较 比较危险 不安全 两个人在 两个人在 对啊 比较有办 他算保护你 然后后来逛一逛累了 然后我们就找个那个 咖啡厅 然后我就坐下来 我就点个咖啡喝 点完之后 我就想说 我想点个蛋糕吃嘛 我在看菜单 他就跟我说 士鹏你帮我 你帮我跟他们 要个那个水好不好 我说服务生在旁边 你就问他 他说你帮我问 你来顺便帮我问一下 我说 你就问他就好了 我没空理你 然后他就跟服务生 水 给我水 水 然后我说讲英文 他说我是台湾人 为什么要讲英文 后来我看不下去 我说给他 Water Hot 他说OK 可以知道 反正走到哪 他都跟着我 然后什么都 我帮他做 会不会回来 你们两个就有感觉 没有没有 就这样中间 我们去了十天 他十天每天都黏着我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然后最后 终于要回去了 然后前一天晚上 我想 最后一天了 我好好洗个澡 军一洗澡洗完 快洗完的时候 他就突然 穿着内裤冲进来 他说 志鹏等一下 等一下 我说干嘛 是 因为帮他洗 我五十肩发作了 我手抬不起来 你可不可以帮我刷一下背 我说 他就会帮我刷一下 我说 他会不会是那个 伤了年纪的那个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 有可能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年轻 身材也蛮好 太扯了 所以叫我帮他刷背 那平常就肩膀会贴个 那个药布 小龙踏子什么 我想说 好 那反正最后一天 我就帮他 他忍到最后一天 对 是眼泉套 他也蛮能忍的 最后一天 他可能真的受不了 他手抬不起来了 因为我也不晓得 他那几天有没有在洗澡 他都进去出来很快 进去出来很快 对 进去出来 大概不到五分钟 他说他洗好了 我只看到 他只有脸湿湿的 就这样出来 他就只有洗脸而已 对 我觉得他只有洗脸 很可能手抬不起来 他就不洗澡 然后反正最后一天 我想要顺便帮他刷个 刷个背而已 又不是刷什么重点 你就真的帮他刷了 我就帮他刷一下 我说前面可以自己洗 他说可以可以 好浪漫 韩序 韩序的写训 后来上飞机之后 好止不止 他又坐到我旁边 他一定有换座位 一定是换座位 我也是这么想 他可能塞红包给导游 坐在一起 你知道坐飞机十一个小时 有时候很累 然后我就起来 站起来走一走 生生的来 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说师傅 他就丢一个干毛巾给我 我说干嘛 他说你走一走 你待会儿走到厕所那边 顺便帮我弄湿一下 我想擦个脸 太依赖了吧 你干嘛 结果我还是照做 你还是照做 你也是被虐 不是 我想说 你个性怎么这么好 对 我也不晓得 我只是觉得有人脸皮 可以厚到这种地步 天啊 然后后来他回来擦脸 后来上飞机餐了 我点了一个排骨 中式的 吃完 我这个人就会把我喜欢吃的 留在最后 我就先把我喜欢吃的排骨 我先放在旁边 把前面的前餐什么都吃完 对 那时候吃很饱 然后喝很多水 然后又点了一杯红酒 我想说 去上个厕所 待会儿慢慢来享用这个排骨 就去回来 我桌上那些碗盘全部收走了 然后排骨也不垫了 我就问了大哥 排骨呢 他说你们年轻人 快排骨就这样丢掉 太浪费 我就顺便帮你吃了 然后东西就这样收 天啊 我说红酒呢 他说 他那时候红酒在这里 你真的脾气很好 对啊 他这个一定会生气吧 我的排骨耶 你都没有 我留下最后要配红酒 他竟然把我吃了 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没有在跟团了 不行 这不是跟团的意思 对啊 你人太好了 太容易缺脱了 不是啊 真的我觉得运气也太好了 碰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真的遇到寄生虫中的寄生虫 对 真的啊 也不要讲人家 我们其实可能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寄生虫的特质 会吗 对啊 所以要问一下淑寒老师 我们的寄生能力到底有多高 好 那么你的寄生能力高不高 我们就来看这个题目了 在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 都有很多相片集嘛 对不对 好 在你的手机的相片集里面 图片这么多 可是你最常跟别人分享 哪一种照片呢 第一种就是大堆头的合照 再来呢 就是旅游的户外风景照 第三个呢 就是你小时候很可爱很有趣的照片 第四个呢 就是已经set过的 有滤镜的那种个人艺术照 那么请问你 最喜欢跟大家分享 哪一类型的照片呢 凭取牌 2 3 3 2 1 1 2 四没人选 像这种个人艺术照 如果观众朋友选到的话 你的寄生值有多高呢 恭喜你 你就是一个爆表的寄生虫哦 好 但是你寄生的原因 你就是爱模仿 为什么 因为其实选到这张照片的人 你的心里面 会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希望自己更好 所以你希望借由模仿100分的人 让你变成120分的人 再来我们看1号 1号你就是分享大堆头合照的人 是像 Acephine 侍蓬跟大牛哥 好 你的寄生指数 其实没有很高 只有78分而已 但是你寄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哎呀 放空不动脑 大牛哥 真的是坚持他的路线 走在这个 对 放空不动脑 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觉得你别人做的决定也很好 我也很尊重别人 那我们在心理学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这么多磕头 代表这么多的人 可以帮你做决定 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呢 我到了日本 他可以帮我订餐厅 他可以帮我订旅程 他可以帮我订和服 太好了 我都不用决定 那你们都全部都做好了嘛 再来我们选三号 看三号 就是小时候的照片 像他们这两位 身手牌代表 他的寄生值其实还好啦 44分而已 对 其实还好 真的 我们要帮他们澄清一下 可是他寄生的原因是什么 又依赖又爱 就像刚刚宋哥分享的故事一样 这个朋友为什么让他 可以一个礼拜去四天 其实他又依赖又爱 我依赖你 我也很爱你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我觉得很舒服 那反正你就邀请我了 我就跟你一起去 对不对 带个礼物是会死你了 不是 很舒服 我们脸皮也会厚到就是说 连续四天 然后最爱把老公带去 对啊 真的 但去到人家都把房子卖的 也是经典 好 再来我们看最后 如果是二号 你通常是选旅游的风景照的人 你的寄生值呢 八十九分 这么高 好 你选这个的话就是 怕麻烦 所以你的寄生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太怕麻烦了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决定就好 或者是有些事情呢 别人做比我做更好 好 谢谢苏恒老师 谢谢 对啊 其实真的就是大家要远离 真的 争取生命远离伸手牌 对 真的 勇敢向伸手牌说 NO 这台语就叫 软头浸滚 对不对 这种伸手牌就是 你拜托一次 两次 然后你觉得好像没关系 但之后可能会越来越过分 对 对不对 像碰到这种 他那种 真的 太好了 你真的人太好了 我以为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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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人不及不及 对 我以为人不及 对啊 好啦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来按赞留言跟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拖泡就站在这里 你股沟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吗 假设我有媳妇的话 我是OK的 你 你 你 小姐不惜地 24小时不断线 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 搜寻东森娱乐台 今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飞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非成战 新形态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 按下小铃铛哦 你怎么会 什么事 就能归顶 那这些小铅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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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怎么会